只不過是很局限 其實就發揮不了我們的想像 這個是真的有得練 其實你想要不要想軟一點 另外你給不給自己多些可能性 這個很重要 不是啊,那不要吃麵糰,吃芝花飯 不是啊,吃鍋盤,吃鍋盤 吃鍋盤,吃鍋盤,吃鍋盤 不是啊,吃鍋盤也挺好的 嘩,骨頭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從詹瑋文醬完戲之後 一班新人真的學到不少東西 不過學了之後 用不用得出來就真的要試過才知道 為了測試一下他們 下一個環節就是現場實習 打頭陣的就有Ray和Grandom 千萬,今天聯合國兒童基音會這個活動 你剛才提出了 若兒童的家暴的問題都非常怎麼做 因為你小時候有沒有 哀哀被媽媽打或罵 其實因為我爸爸 他是老師 所以他可能在教育方面是比較內心 Ray就做完訪問了 我們先看看Brenda的主播技巧 哇,今天真的很熱 不過呢,哎呀,等一下 讓我冷靜一下,不好意思 出席了一個聯合國國際兒童基金 沒有國際兩個字 看來你錄到大會都開始清場了 Brenda,你要快點才行 哇,今天就… 哇,今天就… 很大會 哈哈,很大會 兩位的人也都回想在小時候 被家人打,被家人罵的一些回憶 哈? 耶!哈哈,終於錄到大佬了 你們可以… 你們可以收工了 Brenda,要快點收工了 Angus和Rachel還要經常驚輕地做節目 沒有這麼快,能夠穩住 有些事要做 是 先放一塊肥房 然後打開了,你們 打開了 其實以我所知在東南亞一帶都有關於養鬼術的 其實除了泰國以外還有什麼派別 是跟這個武術有扯上關係的呢 其實養鬼術是源自中國的 原來是中國的哪個派別 沒派別 因為我沒有養鬼 你沒有 從來都沒有 我們沒有養鬼 我們另外聽過鬼頭仔 鬼頭仔 其實是否跟養鬼仔有關 鬼頭仔不是說那些黑詞會嗎 只是術語而已 跟養鬼仔無關 梁先生接通你的電話 是呀 喂 喂 梁先生 聽什麼 你們很細心 梁先生 聽不清楚 聽不清楚 聽到 我想問這條短片拍的時候 其實鏡頭裏面就看到了 鏡頭以外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所謂的 你們是不是直播 是呀 沒錯 現在是直播的 等我一會兒 我開著電視 你不要開著電視才會有個弧音 feedback 是呀 會有影響的 所以我們就這樣跟你聽都可以了 你跟我妹妹聊 你知道我可以開電視 喂 梁先生 喂 喂 喂 是不是到我了 喂 梁小姐 是 是呀 我是梁小姐 是呀 那你哥哥呢 是呀 沒錯 是乖談 是呀 梁小姐聽到我了 我問一下梁小姐 你哥哥在拍攝的時候 你還在不在場看著 梁先生 你好 我們想看你 是呀 梁先生 你們真的直播 是呀 沒錯 我們直播的 不過你可不可以回答我們一點問題呢 好 好 好 是呀 那我想問 那天你見到那個 你叫你家人靜一點 我們不太聽到 是呀 因為家庭 我們真的很有趣 我真的見到你們 我們平時遇到的這些家庭廣告 都是講完問 也都未問他入 那天發生了 她說了三年才是她的三人 哈哈哈哈 跟到C號做節目 兩位新人的表現都算不錯 但論到Rebutton是星仔 半個鬼妹仔 現在半個鬼仔 港女白一定會有很多蝦 看來CJB 真是要教精她們 Kini 這裡的教字可以 可以用湯 煮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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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多腦 煮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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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呢,最知道了 Sorry 現在在我們面前的這個就是意大利餡餅 在他們店裡最有名的 它的材料包括有辣肉腸和芝士 我平時才不吃辣 不過今次也犧牲一下自己 像不動過禮 吃的時候就可以蘸蕃茄醬 掉下去了 看到這個場景 就知道一群新人會跟蘇師傅上課 師傅贈了他們幾句之後 Kalena就要接受月級挑戰 扮演文恩的角色 歡迎收看風生水氣精毒班 師傅,我回來了 我們偷了一個禮拜懶 去哪裡 是不是懷疑認識男生 真的沒有,我沒有偷懶 我平時除了追上一集的課程之外 我還有看這個精毒卡 不過裡面有些東西真的很難 例如八歲男年頭 好,沒問題了 那現場… sorry,我說了現場觀眾 應該是家庭觀眾 不好意思 蘇師傅和其他人都開始不耐煩了 Kalena,不如你自己苦練一下再說 想出寶評聲號 豪華海… 豪華窗戶海景客房 雙人南中國海忘憂之旅 是否從頭來過 是否從頭來過 恭喜廢神大 恭喜廢神大 你可以得到 是下足心記性的 你對煮東西時有嗎 有 你有嗎 你有煮嗎 你有煮嗎 你煮些甚麼 打開宿櫃裡面有些甚麼 說話呢 鏡頭可以撿 還有人可以用眼睛看 但鏡頭要讓人看到鏡頭 說話不用這樣說 他可以這樣說 因為你要感覺到燈光 好 好 好 可以嗎 可以嗎 準備好了嗎 好了 今天我就教你們兩個 做一個叫做 咖哩樂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人 但只是工序的程式 其實批之前要不要洗一洗 是批了才洗的 你批之前洗 沒用的 我發覺剛才感覺到 我遇到最大的困難 就是我不知何時開聲說話 因為很害怕 我一開聲說話 原來另外一位主持 他也有話說 所以會有overlap 我剛才做咖哩樂 做薯仔 中下中下的時候 原來一邊中 一邊去聊一下肥媽 聊一下Hilby 即是娛樂觀眾這方面 我覺得自己更多學習 更多改善 那肥媽為什麼你現在 會煮東西這麼厲害 我當然是失誤過很多次 才這麼厲害 新人要得為而出 爭取出鏡 除了演技 形象都絕對不可以馬虎 上星期 一班新人就很努力地學化妝 打造一流的camera face 不過形象又怎知五官那麼簡單 因為髮型和衣著 都是決定成敗的重要元素 你覺得嗎 對嗎 其實我覺得Rachel的髮型 就好像沒什麼層次 我們會把髮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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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髮型 可能會變得很爽 我覺得她的樣子其實是挺有性格的 這個女生 對呀 對呀 她的樣子 會壓力一點 我基本上要做一次都非常有 可以借回她 基本上呢 拍一下一點就漂亮很多 改造髮型之後 Nel Nel 就要幫九位新人 改造衣著打扮 趁衣服要配合自己性格之餘 還要突出身形的優點 真的落少一點功夫都不行 想看看他們的形象 可否幫他們贏到出線的機會 下星期就要密切留言 我要盛名終極面試 如果要看我肯定是 看我重新的 明星期的 有人在拍照 這個好多了 小心 快點 GISCOsomething GISCOん mark GISCO unquote I know what you want to know Less my body Sing your pain You're sick and tired GISCO me I know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